107年全国角力锦标赛进入倒数第二天的赛程 今天自由式国中男子第四级的四强赛战控格外激烈 首先看到杨梅国中的刘俊成对上太保国中的黄冠勋 黄冠勋在一开始掌握住进攻节奏取得5比2的领先 不过角力这运动优势可是说换边就换边的 刘俊成一气爆摔瞬间四分入带6比5要回领先 这时第一回合结束休息30秒两边再战 刘俊成朝对方脚步攻击没有得逞 黄冠勋也没有办法取得上风 双方一直僵持不下到比赛最后48秒 两位选手看起来都已经相当疲惫 不过刘俊成这一摔让自己再得4分与拉开差距 最后就以18比10拿下决赛门票 另一边的准决赛是由红人国中的佟胜宏 对上文山国中的高颖川 身穿红色的佟胜宏一开始取得8比0的绝对优势 眼看再拿2分就要胜出 想不到被高颖川锁住脚步连续的翻滚 让比分逆转来到13比8 不过佟胜宏及时挣脱并重新要回上位 最后在13比15落后的情况下 压制高颖川取得胜利 冠军赛对战组合尘埃落定 将由杨梅国中的刘俊成 对上红人国中的佟胜宏 决赛一开始两边先礼后兵 刘俊成率先取得2分 佟胜宏想攻击对方脚步失败 反而被刘俊成给控制住 他虽然想做最后挣扎 但已经完全被锁死 最后气力放进 让刘俊成以压制获胜 拿下自由市国男组第四级的金牌 过来请休闻臭吧 看下第四级